太清三年,公元549年5月初二,在禁居殿卧疾多日的梁武帝萧燕,带着对蜂蜜的强烈渴望,带着满腹的遗憾,带着空空的肚子黯然离开了人世。 同年11月,萧燕被追尊誓号为五皇帝,妙号高祖,葬于修灵。 当侯景叛军在数十万梁居的眼皮底下,攻破了梁武帝所在的台城后,按照之前侯景与萧正德的约定,课程之日,绝不留梁武帝和太子萧刚二人性命。 所以台城一破,萧正德便急匆匆地带着不种挥刀直奔进宫,然而到了店门口,侯景的手下却拦住他不让进去,因为侯景认为眼前还不能杀掉萧燕夫子。 这当然是因为城外还有二十万援军,两人还有极大的利用价值,更何况侯景现在要挟天子一令诸侯,他想挟持的自然,只能是被大家承认的正牌天子梁武帝。 至于萧正德,这个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蠢货,这个只有野心全无良心的小人,你就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吧, 如果活跃了,骂个坑把自己埋了野心,反正你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。 之后侯景先派王伟来到宫里,向梁武帝请罪,声称自己被奸命陷害,不得已才领兵路朝,为此惊扰了圣家敬请元鸟。 随后梁武帝神色不变地登上太极殿,宣布召见侯景,于是在五百甲氏的护卫下,代价而来的侯景见到了梁武帝。 竟然是以臣子的身份觐见,侯景就不得不在殿下跪拜叩头,然后在典一关的引导下升典。 侯景极不自然地跪坐到了,专门为三宫设置的挨踏上,于座上的梁武帝不怒自危,不知不觉间侯景竟然汗流加倍。 梁武帝先说了一句冠冕堂皇的未劳话,似乎还略带些讽刺道,清在军中日久,想必一定狠心劳吧。 侯景竟然紧张地说不出话来,梁武帝又问道,清是河州人,远道至此,妻子游在北歇。 侯景仍紧张地仍说不出话来,一时场面颇为尴尬。 侯景的部下任意见状,只好从旁贷达到,陈景之妻而如今皆被高师所害,为一身来头陛下。 这倒并非假话,侯景南下后曾写信给高成,希望他能放母帝妻儿南下。 然而高成可不像梁武帝这么好愚弄,不但没有把他的家属放归, 反而把侯景的妻子包了脸皮下游锅给奸了,女儿入宫为奴,儿子则全被阉割。 直到高阳称帝后,才把侯景的儿子全部杀的,梁武帝又继续问道, 清初渡江时有几人? 侯景终于开口说道,千人,声音嘶哑而刺耳。 梁武帝又问,围台城是有多少人? 侯景底气十足地回答道,十万。 梁武帝接着问,竟有多少人? 侯景向来口无遮来爱吹牛,三百斤的牛在他嘴里,可以吹出八百斤的皮。 此时他只觉得胸中的小宇宙在熊熊人烧,便豪气甘云地垂了一个大牛皮,帅徒之内,莫非己有。 侯景的回答显然带有情绪,实际上他出为健康时,只有八千人马,所谓围台城的十万人,有不少是强征的民夫。 侯景之所以故意夸大兵力的事实,是想为自己起兵的正当性竭力辩护。 所谓帅徒之内,莫非己有更是自欺其人,话不投机半句多,于是梁武帝不再发问,两人的会面就此草草结束, 之后侯景又到永福省见了太子萧刚,场面同样沉闷尴尬。 出宫以后,侯景相当不快,因为这次见面,他不但没有体会到丝毫胜利者的优越感,反而让他自残行晦起来。 他对自己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,所以他对左右道,从军几十年,即使刀剑如林剑如雨下,我也从来没怕过,可这次见了萧老头, 我却感到心慌不已,难道真的是天为难犯? 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。 之后侯景便一驻西州城,侯景撤掉了皇宫的侍卫,把梁武帝软禁在宫中,纵兵大乐宫中的宫女贫切, 接着又搅招大盛,人名自己为大都都,都都中外诸君,路上疏逝,大丞相,河南王如过。 由于台城内到处都是未及掩埋的尸首,侯景为了省事,下令一律巨龙烧掉, 结果有些还没厌弃的人,也被扔进死人堆里一起烧了,烟气冲天臭味直飘出十余里外。 第二天,侯景派皇孙削大款,拿着诏书和白虎帆,到城外勒令援军解散。 柳中李开会召集大家讨论,皇帝在侯景手上,再要进宫的话显然不可行, 但数十万打军说是来勤王的,结果却被叛军擒了王,就这么糊里糊涂的解散,似乎又太窝囊。 因此大家面面相许没人吭声,萧伦是皇子不表态看来是不合适, 于是他把皮球踢给了柳中李道,今日之命,伪之将军。 萧伦的意思显然是柳将军你是盟主,当然是你拿主意, 但柳中李却仍然不发一言,而其他人也都一声不吭, 因为所有人都明白,当初既不能并立同心,致使台诚失陷而不能救, 现在皇帝和太子都被挟持,更加不可能团结一致抗敌了。 见此情景,本来就心怀鬼态的各路援军, 随陆续拔营,各回各家去了。 柳中李、杨压人、赵伯超等人则看影向侯景投了详。 入城后柳中李等人先拜了侯景,然后才去见梁武帝, 梁武帝根本不想跟他说谎。 他又去见父亲柳金,柳金大哭着说道, 你这不忠不孝的不是我儿子,和劳相见。 侯景也想拉拢这些地方实力派,因此并没有为难他们。 他把杨压人和赵伯超等人留在建康任职, 而让柳中李返回四周。 十五日,侯景又命朝廷下到各征镇目守复归本任, 百官皆负其职。 之前拥立的皇帝肖正德则被降卫了世中, 大司马。 本想做新娘没想到成了伴娘, 本想做主角没想到成了龙桃。 这让肖正德的心力怎么可能平衡, 更何况他还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, 排了全部家产不说, 还搭上了自己的女儿, 搭上了自己的女儿不说, 还彻底败坏了自己的名声。 肖正德觉得自己比豆娥还冤, 比祥林嫂还命苦。 于是觉得被侯景耍弄了的肖正德来见梁武帝, 他败倒在地上哭泣不止, 便解说自己是被侯景所勤迫不得已。 梁武帝任由他仆腐痛哭, 却闭目不语, 过了许久才悠悠说道, 稀奇弃义,何皆吉异。 其实这句话出自诗经, 了解的是被父亲人遗弃的怨妇, 前面还有一句遇人不说。 梁武帝此刻搬出这句话, 大概意思可能是说哭又有什么用。 这句话既是说给肖正德, 也是说给梁武帝自己。 作为一个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他来说, 显然已经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。 这一段时间梁武帝几乎每天都在想, 自己治下好端端的一个国家, 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? 放眼古今, 除了上古那几位圣王, 几乎没有哪一位天子能像自己这么出色。 那么时至今日又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? 那个壮落弥猴博足柴上的猴景, 从受养起兵之时, 不过区区数千之重, 何以竟能长驱直入? 最终在二十万大军的包围下, 攻陷了台诚。 想到这些哪怕是修行了近四十年之久, 梁武帝还是克制不住秀怒之心, 时时奋意垂胸, 这就使得他虽然明知, 生死操于人手, 却并不甘心做一个听话的傀儡, 而对于猴景他依然看不起。 在他的眼里, 即使是吃了天鹅肉的癞蛤蟆, 也依然是指癞蛤蟆, 即使自称丞相的猴景, 也依然是个贱人, 而对于猴景的种种要求, 更是大肆抵制。 一如猴景想让部下宋子仙当司空, 梁武帝却说道, 三宫条和阴阳, 岂能让此物担任。 猴景又让邓仲担任成为校尉, 梁武帝干脆说不知此官。 肖刚担心因此触怒猴景, 便哭着恳求老爹与猴景合作, 但梁武帝的回答则非常洒脱, 若天命在我, 国家仍可匡复, 如期不然, 又何必哭哭啼啼? 还有一次, 猴景安插自己的士族, 在晋圣当职, 或驱驴马或带公刀, 梁武帝见了, 便问智觉间周时珍道, 他们是什么人? 周时珍则回答说是猴丞相的人。 梁武帝顿时大怒道, 猴景就是猴景, 为什么管他叫丞相? 分明是个瘸子, 猴景得知了这些事, 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大动作, 心里却愤恨不已, 他便只是负责看守梁武帝寝殿的人, 对其起具饮食多方钳制。 说白了就是让他吃不饱饭, 梁武帝一个垂垂老翁, 本来就时常摘解, 一天只吃一顿饭, 围成期间又膳食不周, 身体机能早就大为退化, 全好适者四号, 这时要吃没吃要喝没喝, 连恶待气很快就得了病。 小刚虽然每天都来探望, 却也无法可施, 只能负责二人相顾替死而已。 5月初二, 在禁居店卧鸡多日的梁武帝宵夜, 感到口中苦涩焦渴, 便向适者索要蜂蜜说, 但适者们早已得了喉景的警告, 一个个只当作没听见。 这时梁武帝已经连发怒的力气都没有了, 只听他口中发出和和两声后, 这个86岁的老人, 便带着对蜂蜜的强烈渴望, 带着满腹的遗憾, 带着空空的肚子, 安然离开了人世, 虽然唐长如先生认为, 和和是战场上兵退击骨父亲之声, 表达了梁武帝志在反击的愤愤, 但在老笨蛋看来, 这有可能是梁武帝临死前, 一口痰封住了喉咙, 发不出别声而已, 京居殿是梁武帝度过人生最后时光的地点, 京居殿齐名来自于佛经, 那里无苦亦无乐, 无忧亦无不, 有的只是一片虚无, 皇帝也好菩萨也罢, 梁武帝终于得到解脱了, 其实他的心早已经死了, 在侯景公路台城的那一刻就死了, 梁武帝的一生经历之丰富, 前后反差之巨道, 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, 他能善事却不能善终, 他取得过从平民到皇帝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功, 他也遭到过从皇帝到囚徒常人难以预料的失败, 他给江南的百姓带来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, 也给江南的百姓带来了无尽的战乱,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, 但也是由于他活得太长, 才导致他晚年的昏庸, 毁了早年的英明, 岁月真是把杀住道, 无论有多英明神, 也敌不过似水流年, 梁武帝消演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, 而此时的梁朝也已名存是亡, 接下来侯景又该如何遭解, 这命数不多的大梁帝国恩,